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先用熱烈的掌聲 歡迎我們張老師 張建律剛老師 各位朋友們好 因為時間有點太衝觸 那主辦單位是給了很多的題目 不過沒辦法好好講 那我們今天大概先了解一下文山區 目前這條柵柵路雖然是 文山區現在目前是最寬廣的 那可是在這 苹果57年文山區 京美跟木柵 屬於聲聲管弦的台北線之前 其實是木柵路最大的 所以木柵路到所有文山區的很多路 都會通木柵路 因為柵柵路是美元提供的 所以它在後段的時候 就會有比較寬 當然也經過破壞過 那我大概看一下 我們今天用古境地圖 然後來了解一下 我們文山區的人文和智能特色 那人文大概是 最主要是有一些 比如說我們前面就有 溫溪鐵路的景美車站在前面 那邊也有公務局站 後面景美街就是原來柵柵柵柵道 然後景文街也是柵柵柵的新柵道 所以這邊其實真的是非常豐富 那當然豐富在於說原來是一個小地方 就是景美鎮曾經是 也是現在台灣最小的鎮 就是在民國57年 那現在是文山區的一段 景美的木柵 所以當初民國79年在規劃 原來由台北是16區 收尾12區的時候 到底要命名是木柵區或是景美區 那因為在清朝時期我們叫全山堡 就是每個山都小小的像一個拳頭 所以我們最高的山才 二九山才678公尺高 那所以說後來是更追究以前在日期時代是文山 所以叫文山堡 所以改為文山區是最恰當的 那我大概來看一下我們的今天大概會介紹這幾個主題 不過不一定可能都會介紹到 那我們先來了解一下我們山區大概是怎麼發展的 那我們這邊的先民大概是從哪裡來 好這個是在1640年的一個John Benbow他畫的一張圖 那台灣你看 台灣這個中間的這一條 他把它比作一條魚 其實早期從如果看到這張圖 就是代表從中國看過 那台灣在你看15多年的時候 我主導要發現台灣的時候還算是一顆綠色的葡萄 所以阿里阿火摩莎 就是這樣美麗的一顆葡萄 所以他們看到台灣其實是從西方不看過去 只是都是平原都是平物屬於住民住的 所以台灣算是像是一條魚 前面中央中央這個算是一條魚的脊椎 然後尾端是圍旗 前面是跑的 好 那我們的 先民從大陸泉州 泉州當中然後這個地方過來 然後大部分是以仙營南部安平港 然後北港我家就住北港 那跟這種他們在那邊登陸台灣 所以我們北港還要登陸紀念碑 然後再來入港 所以一虎二路散夢甲 有沒有就是這樣發展過來的 那所以說你看他們一定要做那個山崩潮 就是過黑水溝 那要有洪水溝就是跑到那邊 好 那過來的人比例大概有點太亮 泉州過來的大概是百分之四十五趴 張州過來三十五趴 然後由那個客家子女過來草州這邊大概十六趴 所以我們的劉鳳俊是郭西柳先生 是張州人 那張州人大部分是以開發為主 所以說有一句成語叫做 專家人坐海套 可是他坐的坐下倒是太海 河邊海邊 所以你看到做事業大部分是張州人 那張州人 張州人是在住在山邊 然後潮州人就是屬於比較客家子女 因為大部分他們譬如說像我們 為什麼這邊安息人 會選擇在山坡地選擇木柵那邊 因為他的在原鄉他的家鄉的背景大概就這樣 前面有河 後面有山 所以以茶葉為主 好來 那我們看一下台灣其實是一個 你說寶島也是寶島 就是一年四季幾乎都不缺水 可是水那麼多竟然是台灣是全世界 第十八位缺水國家 因為我們的兩個山坡地多 非常的多 然後山斗 然後浮川斗 所以你看在2009年的818號 莫拉克台風 在空拍的時候有一個雲層 像一個人帶了一桶很大的水往台灣 然後台灣就造成大家災害 好 那所以說就很多禮語 譬如說天山過臺灣 星光的地區 然後大部分這邊又是在開發的時候 又有很多泰雅族原住民 又有出草的行為 那所以說你看台灣幾乎那邊都是水 那在很多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話會 就是像16840台灣畫入青草版圖 然後呢 只有鳳山縣 台灣縣 豬樓 所以豬樓很大 就是豬樓以北通通叫豬樓縣 後來也有其他的 那我們最假的是在這個時期呢 我們的文山區在哪裡 在這個區塊 那這個時候因為有很多原住民 所以畫一個 明方界界史圖 在乾隆時期 康祭時期都有畫 所以我們是屬於這一條線以外 就是說 這邊進來是屬於山區的 道山原住民 所以在小觀音山上面有一個古亭 就是如果原住民要進來的時候 會敲鼓 在提醒附近的居民 好 那這個大概是一些主流線 那我們文山區其實就有很多 你看整個山坑解美西延納 所以是有木柵 這個名稱木柵在大蘭牆那邊 有設很粗的木柵柵 所以因為這個分泌 好 那其實 我們現在講的景美其實是從印 就是劉光俊 然後呢 以前的皮膚主原住民叫物理薛社 所以叫物理薛西 現在在景美西 這個川區一直有統一了 那這個在早期我們的文山區 你看文山堡這麼大 那當然是說堡就是我們現在的什麼區 什麼區 在歷史代有不同的豹根 有這麼大一根 一小區 那在1920年我們台灣已經 因為日期是在後期 所以就有什麼州什麼州 所以我們屬於台北州 台北州這個區 好 那每個時期呢 都有不同的劃分 然後我們基本上在開發的時候 會有什麼溪流 所以會找到一些遺址 所以有什麼樹分遺址 美遺址 其實你只要找到溪流的附近 人類文明都是這樣一直水而開發 那在冰國57年我們屬於深坑管轄 所以深坑其實非常大 那會開發一些什麼鐵路啊 或是台車啊 所以主要是我們的資源 比如說可以掛木材 運往前面的那個景美站是一個大站 好 好 現在就是這一個是已經有一個高速公路 這個 是後段高速公路的木材 13區金美 那金美跟木材是以那個先基有為會劃分 所以等一下我們會再看 從空 我從上面拍下來一張圖 這2010已經有新北市了 我們從台灣看台北市再看武材區 你看這整個台北市十二區幾乎沿著 中間有溪流的地方 比如說基隆河以南 然後呢 平美溪新練溪以北 這個主要區塊比較平的地方 那我們來看看這一張是在1945年 就是在以前日期時代的這個階段 這有點亮 其實在這個地方 你就會看到有一條鐵木叫萬興鐵木 就是鐵木心電線 因為從旺華到心電所叫鐵木心電線 那我們來看整個 我從張三十看一下 我們基隆山區一看 就在 這個是仙基岩 然後這個八仙之里 仙基岩的前面靠横的地方 這個就景美 那往後面山區 那這個貓空的地方 就是我們的木柵這麼密集 所以木柵雖然是一個小山鎮 所以我們的木柵路 一直都沒辦法透過 因為發展的很早 如果你要透過 一定要定要菜房子 所以你看 遠遠看前面的觀音山 就飄在銀木當中 所以其實 整個文山區雖然說是台北市 可是你感覺它是台北市的後花園 好 那這個是在 也是自一時代 你們看 這個也是沿著景美 景美到那個 新電到萬華的一個鐵路 這古地圖 然後呢 當然我們的文山區最 因為比較早期最呼名的就是 我們的仙宮廟 就是仙人子南宮 所以 我們這邊的萬興鐵路 其實很多會轉到去 初一書 尤其只能封拜拜 這個是在 日時代規劃台北市的區界圖 是街市圖 然後呢 這個中間畫起來 這個是台北城 其實台北城非常小 那它也是沿著 那個淡水河的裡面一點就是 萬華以外 因為萬華以前是漢人住的 所以它是日本人就跟漢人 我們台灣人分隔的一個區塊 好那這個是主要的一個街道 所以它在每一區會大概幾公里 之內它會有一個綠地 那所以說 一號公園 雲山公園 二號公園 是那個 新公園 那我們的大安司令公園 就是幾號公園 七號 那 國父建立公園是六號公園 那整個建國高架橋 整個條路就是原來的綠帶 那我們現在就是說 在美國38年之後 就慢慢把很多國民那邊推進來以後 變成原來綠地 就通常變住宅 所以說變成我們現在規劃 跟早期日據時代的規劃 只差非常多 那我們文山區的人口大概這麼多 那當然女性比較多 尤其這幾天好像女性 都增加到 受命到83歲 所以以後會越多 好 那我們幾乎沿著景美溪來發展 所以早期的文山區包含多大呢 從景美溪的上游 持定深坑平臨木葬景美新殿 那在景美在西 景美溪錄新殿溪是在我們的西子口前面 所以景美溪為例 那為什麼叫景美 從映 這個檢橋 木檢橋 然後到映 映的尾巴 然後在景美 這個很長的一段時間去爭取 換成這樣的名字 那也是由地方人士 就像早期的齊朗林伯果先生 那我們現在用我們的民眾 來做我們的搜集規劃 好 所以大文山區 基本上你看 從民國34年那時候 是屬於深坑管轄 民國39不立出來 所以景美鎮木炸下 所以民國57年才要納入台北市 可是一下子 我們從木炸景美這種小地方 變成台北市很快的時間 所以你在早期規劃的道路 還有人口的一些配置 根本沒辦法說 在短時間內做一個很好的轉換 所以我們的道路一直都非常小 那據我們是我們經過幾次的透觀 從四線道六線道到八線道 所以大部分是以這個區塊為發展 那木炸也是一樣 那文山其實非常的美 我們文山區 尤其我們那個貓公那邊 會比大安區平均夏天 會少兩度 所以這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們現在就說 所以我們離大道 會對整個我們都市的熱島 下來會改善非常多 好這個是我們在 綠實在有一個畫家 你看他的我們的 紫蘭宮是文山區的指標 那這個是整個台北市 那這個文山區剛好位於四周有沒有 如果你登二格山最高的山 天氣好就可以看到翡翠水部 那翡翠水部在石定鄉 那早期我們也是大雲山區的一部分 好那現在的街道組大概是這樣子 是有一點還是蠻小長的 好那我們再看第二個 是有點趕 那等一下分享之後 可以再看嗎 那我們先就看一下我們其實會 因為以前中國不管是 前世間應該是以農曆狗 都要吃嘛 所以有一條物理薛鑽 跟柳公軍 那物理薛鑽比較早 是以捷美西的水 在1723年 因為柳公軍是在1740年 所以比較晚一點 那不過後來日時代呢 因為像景美街 就是老街 它那個 比較窄 後來發展的人也多 然後因為人一多 就要有一些街道 所以後來廢除了以後 就把一個新道 景文街這邊拉過來 那景文街以前叫中正部 那升格台北市以後 反而變得有機會比較小 好 那物理薛鑽其實就是物理薛鑽美西 就是物理薛社皮膚組的那個稱號 那在1724年那時候 有幾個人 七股把它合作起來 不過因為那個資金非常龐大 所以說 經過幾次以後 才又復原 那在那個考試院 考試院前面有一個 一座鯉魚山在52公尺高而已 往下看 就有一個地方 那個景美西在這個大灣 凸出來的地方叫腹 肚子 皮膚 那考試院那本來是一個屁堂 所以你去看那邊的那個道路 就會有一個單號雙號 就一定會考試院本身 就在屁堂裡面 那這個 這邊因為非常容易淤積 所以定期都要清 那現在已經坐腳踏車道 通常我們經美西這邊來 那瑞軒郡其實是非常非常大 我們現在很多那個劉俊其實是併在一起 那光蓋整個臺北盆地的大概500到700以下 南區 那但是實在因為很多郡道 因為太多郡道了 就像小公司病為那個大財產這樣 就把整個郡道令起來 所以這個時間 來光復以後 民國十四圍全部被黃點水利會 所以每個地方都有黃點水利會 所以你看在景信路這邊 景美街木柵路一段 那月老的那個街道 你就會發現 彎彎曲曲的 每一條那個路難漲 號碼也難漲 那為什麼木柵路到這個地方才開始 因為那邊有那個四星過來有個山 那邊都是岩石 所以炸掉岩石以後 後來就變成景信路 那其實整個木柵路是文山區 找尋最重要的路 那從一段 那在我們的景美這邊 到最後面靠近深耕那邊 你會發現 整條路都還是非常的鄉下的樣子 那以前當然是 最假是要從運那個 這一條路是為了運 深耕死令的煤礦出來 所以說還有很多當初 在四星在建的時候 挖出很多的骨頭 鮮敏的遺骨 因為這邊曾經也是 在那邊設那個 抗日的一個愛口 所以說其實這個 非常多的故事 以後我們再慢慢講 好 那這一條那個景後街 你看小小的 窄窄的 這個就是 從仙基岩的 木柵路跟景信路加岔的地方 有一點小路進來 這個就是最早台 北部最早的駿道 就是不理學駿的 會經過景信分館 所以說其實我們在 很多駿道 現在已經都被加蓋了 那這個就是原先的 你那個景美溪的一個 物理學院就是 有一個小土地公廟 那這邊有寫 在文山區開發的歷史 好 那現在這三個已經被拆掉了 我是覺得這個景點完好的 那這邊有個土地公廟叫水尾 因為已經景美溪的尾端 那有一些說明 那我們 這個土地公蠻有趣 就是它不需要人家捐漸 因為這個有發生一些糾紛 然後呢 六土 用那個土地租金去換 那我們來看柳厚俊 柳厚俊 最重要是一個張州的柏西柳先生 從1740年到1760年到一個時空 你看我們的文山區其實非常後面 所以在景美溪這一邊 所以在基隆河的以北是屬於七星水利會 然後基隆河以來跟景美溪中間 那個新電這邊才是屬於流攻水利會 其實它不是太灌 那整個文山區你看 流攻水利會其實也不大 才灌溉320公頃 那你看七星就有九百 所以其實那這個是一些峻道 引那個新電溪清淡溪那邊的選進來好 那這是在1926年的剛好時期的軍道台 好 所以流攻順其實非常的艱難 從那個1740年 他從那個彰化過來 然後呢 在清淡溪那邊新電的派對公民 大家有機會去挖一個石空 就是石頭那個石面 然後找了大概兩百公尺寬的 然後花兩二十年才完成 然後呢 最重要的是要經過我們景美溪八歲 引到台北來 然後最重要的是蓬蓋現在的五分府 五分府相當於現在的新衛計畫區 加一點瘦山區 這麼大一片 因為這個好的地方 大部分像板橋林家林真主 他們都已經開發了 所以他們不等步往那邊找 然後又有泰雅族原住民 所以又娶了泰雅族原住民的公主和親 所以說其實整個過程非常艱難 然後呢 所以我們在大平台邊叫箭頭 我們這邊叫箭尾 所以在景美這個名稱 那所以座拉斯又有一些 比如說早期是用箭橋 就是木朵接的 那因為可以拆樁 所以說像現在現在都橋樑 那台空會被抽掉 那以前你看到了他兒子過緣分的時候 他已經設計成可以拆軸 就是說像颱風要來或是河水暴漲的時候 把它拆一拆 然後放在景美街的181-183這兩個箭橋的地方 那等到天氣穩定的時候 把它組裝上去 所以光是一個箭橋的第一代景美橋 就用了143年 反而是現在後段的用的不到50年就才掉了 當然我們是為了結構上的安全 所以說整個後來當然是我們台灣 中國人說不過三代 那到了第二代 國籍有限當第二代 就已經綁一半 後來隔年全部都賣給板橋林家 所以你如果到新店那個地產吊橋對半 就看到板橋林家 他的後代來尋他的田地 好 那我們1968年 1957年 整個能工郡幾乎 郡道都變成馬目了 因為台北市已經不再是農地 農地優先了 已經發展一個慢慢成為都市化 這個就是在新店下面的一個時空隧道 這個空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石頭刮掉 然後空 行生子 好你看我進去 我的身高是160 然後呢 他的高度是在 那現在因為有危險 所以說已經封閉了 好 那當初在刮的時候 其實非常的艱難 就是這個是就封閉了 這個是北水石墓 剛開始有原住民 他們在挖石後 後面有原住民的出場 後來原住民叫做 他們是一個陶伍 他們在成人禮的時候 一定要出場 休想風浪輪到第一次出場 就是第三個輪頭 所以後來他就成為非常英勇的陶伍 慢慢的和郭西柳先生 娶了太亞族的公主以後 就不再有原住民來出場了 因為他派了兩位龍安馬龍 當那個老女婿的保鏢 就是郭西柳先生 所以就越來越順利了 然後來到了1939年 就我們已經自一時代了 來救日本 所以這整個過程其實非常非常的複雜 那當然現在就是說 已經從最早的原住民到現在民國時期 民國51年 遇到越來越病 然後遇到越來越多 整個山區也變成平原的 好 所以說以前在水潤 還是有巡水這種殖經業 然後這個是最早女郭君 避難搶到的山洲搶到的取水孔 那因為要蓋北俄膏 所以把上面的排有沒有 拆掉 這個拆掉比較緊 這個是取水孔 那早期的壁壇 因為我們做萬興鐵物就是 最主要是把那邊的木材 還裡面化暈出來 那以前做一年最後一站的壁 那個新店就是在這邊做船 這個是早期1951年的壁壇吊橋 那因為有了柳東郡引進來 你看台北盆地的土地 慢慢都開發 然後用水車和水引到每一條 每一塊的田地 好這個是現在柳東郡已經算是 第一階段的綠化了 然後現在已經進入第二階段 因為後面這一段是目前在做一段 就是錢都被占藥 然後郡道已經像湊水溝一樣 所以為什麼我們金美西這邊要蓋起來 是因為如果不蓋起來 就是人民 民眾會把一些不用的一些被水 來去修飾 丟滿垃圾 那就是這樣子 現在已經開始第二階段的整治 在民國1020年的 今年的8月17號 我們的檢頭那邊對岸 就是金美西對岸那邊 就是檢頭大平那邊 已經在從去年到現在已經加蓋完畢了 然後到了這邊 快樂於是就是我們的金美西對岸那邊 靠近了檢頭 我比較不好意思 有一段還沒蓋 所以慢慢以後都會加蓋 所以看不到這樣的順道 那以前順道就像我們前面的小溪流一樣 洗衣服 然後是各種生活娛樂等都會在這邊發生 那這個是在七張 七張早期這一段是被算是金美整個 國軍最漂亮 現在也是這樣 那流到我們的 過了我們景美 景緯 景緯橋 我們的景文街就前面 前面這一段 後面 那前面你看 有一半是公路 那有一半是劉鳳村 那有錢的人就會用水衣橋放過去 沒有錢就來用木板 那再沒有錢就借人的橋走過去 好 所以我們景美結衣在二號出口 前面就是劉鳳村的舟道 就這一條 回流到地獄山虎街 好 所以我們在走羅宿路萬聖街 就是原來劉鳳村的舟舟道 那沿著禪鼠山走 所以這邊 彎彎曲曲的雖然很窄 那米國六景這邊都還有 夾門控制水的進出 那這個是在辛斯南路 我們之前來 主管單位有辦過 你看在民國五十六點的時候 台灣有車子還不多對不對 技術也不怎麼好 美空菌有沒有 不小心開開就掉下去 那那時候也沒掉車 所以大家用繩子 七手八腳的把弄弄了半天 那當然圍觀人更多 台灣人喜歡看得那麼好 那這個就是台藝牛奶 台藝牛奶經 要到台大這邊有一個木橋 那這個就是 整個柳東軍匯入 基隆河最終端的 就是有一個水橋 有木橋也是一樣 也是水橋 好 這樣可能比較短 那我們再來講 整個景美溪 金美橋的那個 我們金美橋的那個 金美橋的那個 沒關係 因為等一下還有時間交流 所以會很快 大家有一個印象 檢美橋呢 其實最主要是撿尾 撿尾的水橋 這個是在第一 大概一七四六幾年的時候 將蓋這樣的水橋 因為早期是U字形 凹字形 所以說以前沒有橋 兩段的民眾就把它當作水橋來走 走的很快就壞掉了 所以到了他第二個兒子 就是兒子 第二代的時候 過緣分就把它弄成V字形 V字形的話 人就沒辦法走 這個就是這樣子 所以總共用了 你看從1787年用到1909 143年 光是個水橋 那你看這個就是一半的木橋 有沒有 是不是很像 所以有的橋 兩端的人民來往就更密集 所以說整個橋其實 雖然說是木頭 可是因為保養得非常好 隨時在颱風或是暴雨的時候可以拆除 所以說在181到183 這是一個箭 他現在已經蓋房子了 那這是第二代的柳宮橋 也是全台灣第一座鋼金水泥橋 那這橋非常特別 那也用了54年 你看 多功能的 下面可以走人 也可以走台車 下面走水 這個是日本設計的 那因為日本在台灣統治了50年 那水泥那時候在日本還沒用過 那所以說他把台灣當作實驗 就發現水泥非常好用 不用一個小時 永遠敲都敲不掉 所以他就台灣實驗過 覺得很不錯用的時候 他就在日本已經也用了不少 那這個是我們解美席上面的柳宮橋 第二代就是天台灣地宗式鋼金水泥橋 你們看 下面還是可以走 上面也可以走 所以一般人 我們的民眾還是會 還沒樹還是會留下 那我等一下 我去訪問一位 現在80歲的騎人 如果好像過世了 這幾天我就知道 那個他的小時候的記憶 我們這附近種了什麼行道樹 他也是有感覺台灣的原生種 那這個橋開幕的時候是 總督左馬間左馬開幕 就是在10月25號開幕的 然後就把木井拆掉 那所以在金美國小 外面有一個拆到盃 為什麼要拆掉哪些人捐了錢 都是也清清楚楚 那也把一些甜品的過程寫下來 這個盃雖然說有一點風化開不清 不過從這個文字上來看 也還是蠻清楚的 所以說柳空橋是從新店 就是大平原來這邊分了旅社 然後接我們的金文街 這個是新的 那現在就是這樣子 這邊是快樂的旅社 那這是第四代橋 那從這個地方拉過來 那就是我們原來的第一代 跟第二代的柳空橋 現在就是又規劃了一個獎量車道 然後那這個是第三代 從已經結構上越來越兼顧了 然後又有45雷 那因為你看就是人在走的時候 這個旁邊也有用 雖然有用鐵來帶回起來 不過就是很老舊 所以鋪那個鐵板 那走起來輕鬆康 然後又生鏽 所以後來才2009才把它封閉 2009的5月13號 那本來預計2011後來提早 提早在9月27號重新開幕 雖然就有點長出來 所以最近又再改善 那那第四代橋是用這種模型 完成的是這種有單畫式的協調橋 那就是有整個腳踏車道可以通到淡水 淡水河 那所以早期這個附近就是會有不少的那個 慢慢的有一座一座橋底下 那當然最早是最早的橋是 明治橋就是中山橋 然後我們你看我們文山區 雖然是小地方可是我們還有柳棚橋 好那現在就是有 也有直接做那個腳踏車道 所以這個下去腳踏車道 然後來我們旁邊有綠化的一些人道 那前面還有的外星鐵路這邊有明遠橋 這一段是明遠橋 那一段是北信橋 這個橋一座橋有一個名字 然後這是燕橋 所以晚上的技巧算是蠻涼爽的 那現在就是在改善這個燈光 所以整個景美這邊算是 小碎也容易小而精緻 所以規劃起來會比較容易一點 那晚上你看這個十六 所以月亮還蠻遠的 好 那我們來認識一下我們的外星鐵路 就是會經經過我們這附近最近的 我們往下看 然後從窗戶看下去就看到我們的景美站 那整個文山區其實 因為都是三面環山 然後好像一個本地這樣倒水 就是我們那個景美西西電池這樣倒 那大陸非常狹窄 那這個有點亮 有點亮 所以說你看我們是在這一區 那這裡當然有點鐵路支線 運煤礦 那在五十年代的時候 有外星鐵路 我們對外到外星鐵路 那公路就是從我們這邊的公館到 公館到 延子景文街 前面有一個那個 年輕人演進行 就是元朗的公路局 公路局站 那經過有空橋 然後到新建區 好這裡就是這裡 公路局站 那這一群人在做什麼呢 因為前面有一攤那個 有執照的攤販 愛衣兵 現在那個愛衣兵 大家都怕那個什麼 可是 如果你愛衣兵 把他拿起來摔下去 很快就碎掉 那個就是真的 如果怎麼摔就摔不掉 還會彈起來 那個就是家人 這個是 昨天請教一個賣 賣那個 他特別去買一塊有毒的 然後示範給老人家看 老人家說 你這個也漂亮 都過水了 他說好 你要喝這個 你要吃這個 吃完不完 就是這樣 就是現在的補電粉 就是現在的補電粉 老人家有時候沒在看電視 他不知道什麼叫補電粉 這個要示範很快 那因為這邊有一條車前路 就是因為公路局 然後對岸就是我們 對面就是那個 關西鐵路的景美站 所以景美車前路也是全台北 也是最短的路 才85公尺 長 所以說我們整個區塊其實蠻小的 然後呢 還有前面還有萬榮站 就是萬榮火車站 那羅蘇路五六段這邊 因為在民國五四年 五十四年的時候 萬棋鐵路拆掉 就變成公路了 所以才蓋了北線牆明眼牆 然後新電 所以整個新電 當然已經沒有原住民在出草了 所以就連結起來 而且新電現在比木柵 我們發展得更快 那我們的木柵其實 你看 最主要是通石定那邊 在這邊就有一些台車 在煤礦 到最重要的是這一站的景美站 要向集美區 然後後來又有輕軌車 那就是現在的你看 對面後面就是 這邊是明眼牆的 這邊是北新牆 拍片到新電 然後這段是建美橋的意思 那景文街呢 原來是景美境內 通新電的回禮 一條公路 因為這個之前還有柳光橋 還有景美橋 後來是1968年 又把軍道拆掉 通關為景文街 或是寧口7190升格以後 那新龍路原來只有 先有二段才 先有二段才有一段 原來那一條路也是 也是從樹縛 就是萬榮火車站 接過來也是到 施定深坑那邊 一步一逛 所以你看 剛剛我們看過這一張 就是景文街 原來的工具流過 然後整個新愛路 到其他路都非常的短 很窄 可是很長 那外星鐵路我們來看一下 從1921年到1965年 來幾年時間 也是全台灣 18條支線最早被拆掉 從這個谷地有沒有看 有沒有看 這邊這一條 從田北萬華 然後經過谷亭 然後水源地 所以這一站最大 就是我們的水博物館 那帝國大學 就是台北帝國大學 台大都在這裡下 然後走過來 所以這邊有車經過 來看一下我們的田北 最終點站在新店這一站 然後前面有警尾 對不對 那時候還在警尾 出五份 就是下萬人 然後這個公館 公館在四大公館 就是公館校區前面那裡 所以整個有好幾站 有的是不在人的 這個是全台灣那時候 很多的田道 那我們來看看這一張 就是新店 新店線是整個北帶水線的一個支線 然後有些是現在 清中跟新店捷運站 新店線已經都平行 所以現在改為萬新鐵路 因為兩個為從 這一張 這是現代化的 新店 舊的新店 然後舊大平民 所以現在的 藍色這個就是現在的捷運站 那紅色這個就是早期萬新鐵路 從舊新店到萬華 那這一張 我做了這一張 就是為什麼要有萬華 萬華早期是流民船時代 就想在這邊做蓋鐵路 可是萬華當地人 因為他們覺得會破壞風水 所以就反對 反對以後 就從大道整 他們拉過去過了那個大牆 大牆的頭那邊 所以呢 這一站在1921年的時候 從康町路頂竿可以轉重貫線 所以萬華那邊就是往桃園啊 大科長那邊去 然後萬華站那邊有辦一些貨運 可是不辦科語是不在人的 那慢慢的到公館這個地方 就降為簡易的 公館在就是世代公館那邊 已經不是那麼重要 所以我們現在公館跟公館 台大方公館是不一樣 那只是三圈而已 好來看我們的景美 前面前面有一個萬華站對不對 就是十五份 然後這趕快回鄉 後面一點點還有一個 以前做日本做酒的那個 就是我們現在的公館局 那個裝酒的那個牌子 然後接下來接下來才有景美這一站 景美這一站是蠻大的 所以因為它最主要是吉美區 然後最後面才是新店 新店後面還有一個新店的那個 算是驅公所 跟現在驅公所位置不太一樣 好這個就是水源地的那附近 好這個是水源地站的位子 然後這個就水源地那個廣場 現在這個餐廳還在 這裡這個廣場就是原來的一個 半星鐵路水源地最大一站的 在客運的一個廣場 所以它那個車站站 站景廣場很大 那這個是公館 注意看後面這個山 就是蠶竹山 那我去拍了就是這樣子 我們來對照一下 你們看 前面這裡就是鐵路 後面殘竹山 那這裡 現在這個以後要 現在已經開始要蓋那個道 這個小小一條巷子 這個是原來的鐵道 所以附近就是反正發展的地方 一定有土地公廟 所以土地公廟 一般來講比較不容易拆掉 不過由小會慢慢會變大 所以它現在原來是這樣子 現在拆掉要蓋 所以暫時把土地公廟 辦到前面去一點 好 那這個土地公廟 很好玩 竟然有拜我們北港的媽祖 我這覺得蠻奇怪 這邊不靠海怎麼會有媽祖 可能是去去那個五更年 好 所以丁座路從 大概樓宿五段一百五十項 這邊走出來連接 連接整個樓宿路 那丁座路到這邊就截止了 這萬星底路從這邊開始就走樓宿路 然後呢 會經過我們的樓宿五路跟那個新隆路 加上這邊來移路往這邊過去 好 所以說萬榮站就在這一棟大樓 原來的站在這個從六號到十八號 這個都原來的萬榮站 就這個 那很重要就是說 欸 這裡有一條小巷子 為什麼是樓宿路五段跟六段分界 從這個斑馬線 所以它是在六段 因為這邊有個萬榮有車站 所以不要以為說 奇怪怎麼在這麼小的地方分界跟斷 就是這個 那再看我們的姐妹這邊有一條車前路 也是全台北市最短的路 有人說要尋短路就來這邊 那這一段呢 才八十五公尺長 那原來叫車前街 民國七十年 七十年以後變車前路 那街跟路其實 街可以停車 路不能停車 那本來是要改 後來他們覺得說還是回死路 那這個 柯拉克 對面那個 264號 整個景美站 有從256到272 車站口就在這一家 現在還在 我們等一下從沖過去 那這個在十七章的時候 你看 民國五十年那時候正在拆鐵路 好不好 那卡貝已經有公務局 民國五十幾年開始 公務局慢慢發達以後 鐵路已經呼呼使用 而且呼呼成本 虧數 所以就把它拆掉 那後面都還是停車 那拆掉放哪裡呢 就是現在的那個天貨社區 一大片 那邊也是鐵道機場 那現在的新電線 最終點在就是這一棟 現在改成碧檀劫市道 那這裡有一家 我前進前來去吃 就是光明石堂 其實他原來的車站口 是光明街 所以那邊很多的救社 就是 那這個就是 就是現在有一些人 還是去碧檀滑船 或已經不是這樣子 那最主要是新電廣裡面 是淡古道 就是從淡水廳 到河馬里廳這端 好 那最主要是要運煤礦出來 所以說我們文山區有很多煤礦 包括包含八川煤礦 就是萬放就方川煤礦 西伊煤礦 永溫煤礦 前幾年下面就是永溫煤礦 所以為什麼會蓋這麼多鐵路 因為要把一些資源運出去 那整個 這個區塊就是以捷美火車站 為主要的一個集中點 好 那我們再來瞭解一下 我們捷美這邊附近有什麼景點 好 五分鐘 那我們看一下我們的行道樹 我們的齊老他們當初 小時候這邊種了什麼 很多台灣 日本在台灣植了很多這些樹 那為什麼會選擇這些樹 好 深呼吸對不對 希望如此 好這個是文山區的一些 然後那我們的文山區的一些行道樹 文山區行道樹非常少 我們來看一下 一般的定義 來看一下 我們文山區呢 原來的比較潛地的是在秀明路 跟新濃路四段 那邊比較寬 新濃路四段已經往那個阿康社區了 然後呢 寬瓜後來是在木柵路一段的文山區 文山區 文山區這邊是種美人樹 文山區這邊是種美人樹 文山區這邊種美人樹跟台灣軟樹 然後你看我們整個台北市的行道樹 文山區是最少 1939棵 連大同區那種最早發展都還有2175棵 那為什麼不需要那麼多行道樹呢 我們的木柵 就滿山滿虎都是樹 那可是它不在 因為我們的道路太窄了 你種行道樹要有一個礦符 就是那個樹冠符 給它長 那等一下你看我們怎麼對待樹 那你看我們的很多行道樹 最多大概仁岸路是計畫道路 所以有最多的樹 那種外來種比較多 很多台北市的市樹是榕樹 我們做榕樹調查 結果活下來最多也是榕樹 那就是大概這些樹的思議圖 大部分都外來種 不知道為什麼台灣的一些廠商喜歡青怪來種 那這個都是那個樹皮 那我們可能會有時候會根據樹皮的髒 或是好看來種這個樹 或是開的花 那這個就是木柵路的美人樹 那個樹應該我們的基本上 早期是用這樣把它框起來 那你看樹那麼高 穿一個小鞋子 好像美人那個 美人削腳穿鞋子這樣 所以長不好 你看美人樹到秋天 它就開蠻漂亮的 它們木棉是同一個家族的 那美人樹有沒有 長了雀斑的美人 好 那因為它的樹幹 常常會長滿了刺流 所以說 而且它的那個果實很多名序 所以民眾後來也很反彈這種這種樹 然後就把它這個 這個有一點像我們身上一個 一個字一個字把扣掉 像我們家附近那個新農公寓也是被扣 因為民眾跑一跑 不小心被刺了就就提出很多抗議 然後那個是後來真的是蠻可憐 被對待的非常不公平 你看我們的木棉路的美人樹 現在變成這樣子 這個就是旁邊的拆掉 可是變成腳踏車什麼車 我要綁在上面 然後什麼垃圾就往這邊堆 美人變成這樣子 晚年七場 它這個是考試驗前面的章樹 你看 雖然本來有慌慌起來 現在拆掉了也是不管它 那你看它不是種在土壤裡面 而是把它拆了平 這樣子而已 你說這樣會長得好嗎 所以我們的行道樹其實都不是很健康 那好我們來看看 這個在我火堡那個高舒服 就是他已經83歲了 他那個時候的 這邊附近的行道樹種了什麼 在景美國小那邊主委 然後種了很多加動樹 老當 那當然也種了畢 就是做那個機油的飛機油 都最主要景緯到公館這段種種苦麵 然後柳宮橋到新內這邊種有加一種 就是我們現在兩百千層 好 我們來看春天 這個Colin 然後你知道為什麼他喜歡 日本喜歡種苦麵 因為他到春天就會開花很像那個 而且他開花的時候 葉子幾乎都掉光很像日本的櫻花 所以他叫台灣櫻花 好 你看開花多漂亮 不錯 Colin 應該叫煉花就好 不要叫苦 苦是因為我們後來加上去 春天的時候非常漂亮 然後呢 春天 現在夏天上面就有很多這種場 高招選場 台灣特有的場 然後秋天呢 我們應該種我們台灣軟樹 台灣特有種 一到秋天9月的第二個禮拜 一定都會開花 然後呢 整個一年四季 都會有一不同的變化 然後到了中秋節就會結果 所以整個花跟果 花是黃色 果是紅色 一年四季變化 非常的漂亮 美麗 所以我們應該多種一點 這種特有種的樹 那最重要的是秋天 那個葉子又金黃黃 也是用灑葉子 那這個就是整個敦華南路 所以漂亮一段就是整個台灣軟樹 那到了冬天 快過年以前 就台灣軟樹附近 就很多紅棋也春想 在吸種子 人眾也會以為這是蜘蛛 不過這是自然的生態 那台灣軟樹為什麼要種呢 你看 它本身就是台灣特有種 就是我們家附近有一顆 台灣軟樹 因為台灣是 像最近梅雨季節 就很潮溼很溫熱 那就容易增菌之生 那已經死亡很久了 可是你看旁邊的小棕子 都自己都長出很多小軟樹 所以說種它是最恰當的 那無腕子也是 我們井文街有很多的銀龍 早期就用這個無腕子 無腕子去洗 它那個精子 它是自然的造樹 那蜂香也是我們打在雲生棗 我們早期種香菇的蜂香 那蜂香是屬於深層的 所以它比較不會這樣搭 像文書這樣亂創 然後呢 像這個時候 就上面很多種蜡 小惠菇 冬夜又會接火水 然後 也是會有變化 顏色正大的蜂香蜂香蜂 那我們木柵路的蜂香 是被這樣對待的 所以說 路牧寫的這首詩 就是因為其實 紅葉跟春天的花是一樣的 然後這個無舊 上面有這種白蜡蜡 那無舊當然的果實 我們早期用來做蜡燭 點燈的 那秋天也是蠻美的一個 那在那個電燈捷運站 你看它們也是種那個 楊西角 就整個感覺上整個捷運 就非常的秤都非常美 那我們希望我們以後的行道 就是人真的可以分道 然後你看我們即使夏天很熱 還可以走到這樣的美道 就覺得還算是一個都市裡面的綠地 那這個是大家整理工人當然是計畫性 然後這個是 這是因為種在北陸四省大道 所以說它也是種了裡面種了髒 然後外面種了蜂 都是我們台灣的原生 所以如果行道士有問題 就打電話到這邊我們山區南區這邊的 有一個管理單位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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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